深夜,独自回家的女孩被杀人狂破倒在地,男人掏出匕首,向女孩捅了一百多刀,可下一秒,女孩却出现在了咖啡馆,一群人围着她,只是问还疼不疼了。 原来这个女孩已经死了,她是个孤魂野鬼,所以无论被扎多少刀,都不会再死一次。 案发地点是个受流亡魂的村庄,就在刚刚一个杀人犯死后,灵魂来到了这个村子,她生前作恶多端,死后依旧不知悔改。 为了避免恶鬼在村子里行凶,金旭果断向独军女孩的家里跑去,半路上,男人刚好撞见了杀人狂。 搏斗间,杀人狂掏出匕首,狠狠刺向了金旭,可男人的身体却没有丝毫反应,她一股作气,几招便制服了对方,太多以为碰到了地狱使者,吓得怒化而逃。 众人走后,金旭来到咖啡厅,直接她拿出一把刀,直接扎向了自己的右手,尖刀虽然穿了过去,可她的手掌却完毫无损,也感觉不到任何疼痛。 评诺曹解释,在这个世界上,鬼魂是无法杀害人类的,所以无论他们怎么作妖,人类也感觉不到亡魂的存在。 时至今日,只有金旭和马翼龙可以突破资源壁,与亡魂进行交流。 为了保护村民,两人决定找到杀人犯的尸体,解决讨花源的危机,让恶鬼的灵魂尽快往生。 深夜,大街上又发生了一起命案,一个名叫金中照的男孩走在下半路上,却被飞车党用管钳子抱了头。 这起案件的负责人是刑警钢太,他回到警局,调取了私事的通话记录,金中照老师本分,从不与人交往。 可就在这时,他竟在通话记录里发现了未婚妻的号码。 然而一周前还通过电话,钢太彻夜未眠,查询了金中照手机里的全部资料。 这些记录里只有两个号码比较特殊,一个是未婚妻都其验,一个是名叫真在搞的男人。 更可疑的是,这两个人的电话如今都无法接通。 钢太按照资料来到了真在搞的顶当铺,没想到却在这儿,撞见了金序。 金序和真在搞是发小,两人在同一个孤儿院长大,情同手足。 钢太好心想搞,30岁的我当了40年的警察。 根据我的经验,真在搞很可能处在危险之中,表面上金序没当回事。 几句话支走了钢太,可紧接着他便联系发小,问他是不是发事了。 此时真在搞正在海边度假,并没有什么危险。 还邀请金序一起来钓鱼,女友和真在搞都是孤儿。 钢太觉得是有蹊跷,立刻出手调查,他翻阅了死者的所有信息,发现金庄罩曾被绿光孤儿院收养。 这下好办了,因为绿光孤儿院的院长就是自己的妈妈。 妈妈说20年前,孤儿院发生了一场大火,只有金庄罩,真在搞,都其验三个孩子活了下来。 这一刻,刚才全懂了,金庄罩已死,都其验失踪,那真在搞一定就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。